早安 今天是10月3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开市追加沽》 今早由博威环球政圈、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Thomas 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我们会看看人民币的走向 近期都是较弱的 另外踏入第四季 所以也会看看港股有什么展望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部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来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个别发展格 美国政府的停摆危机虽然暂时解决 但美国债息急升 拖累导致中段一度跌287点 收市跌幅收窄到74点 收报33433点 不过仍然是连跌第8个交易日 标指是先跌后升 收市升不够1点 收报4288点 纳市向上的 升88点收市 收报13307点 纳市金融中国指数下跌0.6% 欧洲股市是先升后跌 英国股市跌超过1%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Google和Meta都升过2% 另外Amazon和苹果升幅都是超过1% Tesla第三季电动车的交付量差过市场预期 股价一度跌3% 之后反弹收市 NVIDIA收市升3% 以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相比半港上日收市 普遍要向下 阿里、京东、腾讯和美团都比半港收市低超过1% 汇控比半港收市略低 折合61.12% 港交所和友邦都比半港上日收市低超过1% 一起看看亚太区内围的情况 我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跌1% 跌342点 最新报31,417点 首义综合指数微升2点 适合普通股指数跌92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最新跌94点 报11,148点 与Thomas King的外围情况之前 先看看港股黑期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看看最新的情况 跌82点 恒指到17,6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与Thomas King的外围情况 上星期大家关注联邦政府停摆的情况 参议院在联邦政府停台前的一刻 通过了45天这个临时撥款议案 并且由总统拜登签署 令联邦政府可以运作到11月17日 美国债息未有回落 反而急升到07年以来最高水平 高位4.7厘留上 10年期债息到4.706厘 联署局主席鲍威尔 昨天在公开场合道发表言论 强调当局的政策重点 是要美国维持健康经济 美国经济仍然在走出疫情影响的过程中 局方的目标是持续强劲的劳动市场 联储局理事包办预期 可能需要多次加息 才能够让通胀回到央行2%的目标水平 高盛集团策略师说到 利率上升开始对美国企业的利润构成压力 但如果利率长期保持在高位 历史趋势可能会难以为计 高盛说到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借贷成本在上升 并且创下近20年以来的最大 如果利率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 可能有外企业提升杠杆 从而影响他们长期的盈利能力 联储局在议息会议后 也明确说到息口会higher for longer 现在高盛警告 息口继续在高位横行的时候 其实会拖累企业的盈利前景 另外资息曲线倒挂的情况也持续 反映市场认为美国经济 仍然有机会出现衰退 Thomas 你如何评估美股10月以至第4季的走势呢? 企业盈利和股价会否受到高息影响 而出现大跌的情况? 例如纳指,纳指7月中的高位到现在 大概跌了7.6% 变成了这个高息环境 基本上已经在第3季的时候 影响浮现了出来 如果第4季持续一个高息状况 对于纳指来说 其实沽压方面又未必真的这么大 因为之前已经由高位跌了 如果看倒指 由高位回落大概是6.7% 现在的纳指是7.6% 变成了最近这4个交易日 见到是纳指上升 而相对上 道指或标指是较弱点 现阶段去看其实就是因为纳指有一个比较差的状况 所以就开始有一些投资者来做一个陈低级 但是以这一个陈低级纳 暂时来说 都仍然会见到是会持续的 我想在拉均匀的时候 譬如道指是纳跌是大概7% 标指大概纳跌是7% 相对仍然会有0.6% 一个回升的空间 所以暂时短期来说 拉指靠稳的机会会比较高 我想市场的焦点 到底未来10月公布的CPI 是否仍然有一个上升趋势 因为过去两个月 其实都已经见到是有一个反弹的状况 如果连10月都是继续有一个反弹 CPI去到4%的水平 就变成了联储局在11月 有一个很大的加息的诱因 就会预示了未必只是11月来加 可能连12月都是有个需要来加 因为始终现在国际的油价 都处于一个高期的水平 纽约旗油价大概在$90这些位置 还未入到冬天 所以通胀压力仍然会比较高 所以暂时来说 第四季美股的表现的时候 倾向上都是一个靠稳的状况 机会会比较大 你说会有一个显著的调整的时候 除非加息出乎意料地 有一个持续的升温的状况 才会有这个情况 但是暂时去看 加息幅度应该会比较温和 对美股的影响不大 大家就观察着 因为油价对通胀的影响 以至如何影响息效走势 大家现在都密切关注着 我们看看港股上的走势 恒生指数在期指结算日后 反弹400点 长假期前夕 恒至高开111点之后 最多曾经升562点 收市就是升436点 收报17809点 升幅2.5% 国子收市就是 升157点 报6148点 升幅2.6% 科子急升142点 升幅超过3% 收报3920点 北水暂停 大市全日成交676亿5000万 总结9月份 恒指跌了572点 跌幅3% 至于第三季恒指跌了1106点 跌幅5.9% 第二季度 科子9月份跌了6.2% 第二季是 累计微升9点 内地是中秋节假期 内地优势 北水日也会暂停 全部都是下星期一恢复的 跟Thomas King聊天的 10月份的开局情况 刚才看到 黑企暂时都在下跌 但对完盘之后 和大家继续跟进 期指结算日之后的一天 急升超过500点 高位见过17930亿点 距离188点 不够100点 还有见到10天线流上的 北水和内地股市 就下星期一先恢复了 在成交预期继续 淡静的情况下 你猜港股会否继续夹上 暂时来看 机会未必是这么大 我想相对上 是因为刚刚期结的时候 比较多的大户来做一些部署 所以就先令到 港股上星期五 出现一个比较大升的状况 但也要留意18000点 始终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关口 以现时来说 大市成交金额始终都是弱 再配合没什么北水的状况 要站稳在晚8点的水平 相对上也有一个难度 而且也要留意外围的表现 除了美股之外 刚才Wendy说的 欧洲的股市也比较弱 近期来说 整体环球的投资气氛 未必是那么强 这也会影响港股的表现 再加上人民币也偏弱 几个因素来看 我今个星期去看 倾向是保守点 如果恒指一直都可以守到 17500 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但今天来说可能也有点考验 因为美股不行 而且黑期也看到是会跳 所以如果它可以保持到 17500 到18000点 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 但如果失手了17500 那关键位就会落到17000 这个位其实是不能穿的 因为如果看上年11月底的时间 一直都保持在17000点 流上的水平 但一穿了的时候 其实那个调整幅度有1000点 看上年11月的时间 是会落到16000的位置 所以17000点就比较关键 如果你说今个星期就算表现差点 只要支持17000点 我想后市都可以逐步看下来 乐观一点 暂时来说 阻力位先看着18000点 对 内地经济其实就叫做初步有点改善 无论官方和财身採救经理指数 都回到扩张水平 但人民币就有机会持续疲弱 第四季恒指的走势 你又会怎么判断 是否都是会换局 还是认为你认为较阔较阔较 如果你说看上年的时候 10月后 恒指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反弹 所以今年来说 第四季恒指的表现 可能波幅性会比较大 当然如果你说 可以像上年那个状况 10月后出现一个比较大反弹 当然是一个最理想的状况 但要去看 当时市场一路上升 最主要是人民币的表现 持续地做好 但现在人民币的表现 还要比上年10月 9月的时间 还要差一点 所以 现在就要关注 是下回银行 会否做多一些措施 来稳定人民币的价格 其实上年来说 美元兑人民币 很少的时间 就去到7.3 但现在一直保持在7.3 这些位置 倾向上是弱势 甚至上个月曾经高位 更加是去到7.35 那些位置 所以 似乎现在人民币偏弱的走势 可能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 特别是 预期美国 就是有一个 继续加息 就算12月不加 11月 其实现在加的机会 都是相当高 所以 以这个状况来看 如果人民币可以继续保持到 7.3这些水平 已经是一个 比较好的状况 但如果再次去到7.33 甚至是更高的位置 对于港股来说 那个沽压就会比较高 所以关注点 就会是 看回是 17.7的位置 就算是有一个 比较大的反弹 也好 如果见到人民币不能够 下跌 7.28 甚至是一个 更强势的位置 的时候 对于恒指来说 我相信 比较难 可以重上 19.9的水平 所以 最乐观 我想第四季 都是看19.9 对不对 倾向上来说 守得着18.8 其实也是一个 挺好的状况 是 19.9就是你对上看的 那个顶 你预计的底 其实见到今年的底 是没有呢 你预计的 变数也比较大 关注点要看 17.7 这个位置 能否顶得顺 我想 未来这一两个星期 其实都是 比较关键一些 因为 人民币有一个位置 比较偏弱 如果你说 继续走势 都是处于 现在这个 弱势 的话 其实 港股沉底的 风险 都是相当高的 所以 你说 现在 是否一个 很好的 入市时机 我觉得 大家 看定些 再部署 会比较好 不错 这些 会比较好 一项 和 一项 有点 没错 那 我 都 没错 你 没错 那 有点 没错 那 我 这 我